老师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进行slider的两个过程 第二个,我们来做复选题 线上课程最困扰的问题 准备最多好了,我就照顺序来,就好了 复制起来 那这边呢,你现在刚听过,现在有点干点,对不对 我现在再建立这个哦,绿色这一颗 绿色这一颗,点起来 这次我要做的是复选题,就选第一个 复选题,如果是测验才是这个,这个复选题 那当然这边刚听过了,这边可以切换题型 那把题目给他 线上教学,你觉得花最多时间在做什么事情 OK吗?那我这边就复制贴上 第一个是准备叫简报跟叫案 对不对 好,第二个呢 熟悉教学平台跟软体 现在各位就在做这件事情 第三个呢,思考线上教学的互动方式 Ctrl-C,Ctrl-V 再回到这里来 那第四个 录制教学影片 录制教学影片呢,其实你可以做得很复杂 你也可以做得很简单 像Google Meet的内建就可以直接录 不过我是觉得Google Meet录出来 我说实话,效果比较不是那么好 好,那可以让他复选呢 点起来 不是哦,这个是 如果是正确的 假设标准答案是这两个 做测验才需要这个 我们要做标准答案 这实际上大家投票的 所以第一个就不够了 如果是拿来做测验的时候 才有什么正确答案 一个,复选 随便老师选几个 那通通都点,不要啦 通通都点就没有高低 这四题里面最多一个老师 只能选两个 OK吗 那这边是题目的描述 投票的说明,我们就不加了 那接下来这个我们刚刚说过了 就是要付费才能够加图片 所以就做完了呢 接下来一样再点Save 那我就完成了第二题了 来,妈妈老师就把第二题 把它做出来 复选题